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帝的恩惠与慈爱都一直与我们同在 今天早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末后的基督徒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在等待基督回来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基督徒 应该要有怎么样的心态 怎么样的生活态度来等待耶稣基督 我们一起的学习 我们先来做个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可以在你的话语上砸根 求主你紧抓着我们的手 走这条我们从来没有走过的路 无论前面道路是如何 主我们希望我们是得胜有余的基督徒 我把讲的听的都交托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灵 Amen 我们来看摘要图表 这个季节我分享的经文范围是在马太福音24章跟25章 这两章是耶稣基督受难之前预言 公元70年耶路撒冷圣殿将被毁 以色列和世界各国的灾难情况 还有人子再临的各种征兆 里头有四个比喻 我之前之前讲25章十个童女的比喻 过后带大家看他的上下比喻 也就是忠心与不忠心的仆人和按财干收脱的比喻 今天将要分享第四个比喻 绵羊与山羊的比喻 我们来复习 忠心和不忠心的仆人比喻 强调的是忠心 十个童女的比喻 是强调有聪明 但又懂得做好准备 按财干收脱的比喻 强调的是机制的处理资源 这三个比喻都显示了一个共同的点 就是最后主人要回来 主人会按照他们的表现来决定他们的去向 例如盼他们与主人同乐 还是被丢在外面 哀哭切齿 在耶稣越靠近十字架的时候 他把话留在绵羊与山羊的比喻 作为预言自己再来的最后的一个比喻 就是说耶稣要走了 他要交代他要回来的时候的情况是如何 耶稣在这个段落用人子来称呼自己 人子的意思是说 虽然他是百分百的神 但是他也是百分百的人 在这末后的日子 他宣告自己王者的身份 自然 这个王者也有权柄和能力 对万民进行公义的审判 好 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节到四十六节 我带大家穿越到马太福音的现场 准备好 栗珊 请带我们穿越 当人子在他的荣耀里 跟众天使降临时 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 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 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 把绵羊安置在右边 山羊在左边 于是王要向那右边来说 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 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 已为你们所预备的国 因为我饿了 你们给我吃 我渴了 你们给我喝 我坐客驴 你们留我住 我赤身露体 你们给我穿 我病了 你们看顾我 我在尖里 你们来看我 依然就回答他说 主啊 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 给你吃 渴了 给你喝 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 留你住 或是赤身露体 给你穿 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 或是在尖里 来看你呢 王要回答 并对他们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 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 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坐在我身上 王要向了 在左手边的说 被咒诅的人 离开我 进入那为魔鬼 和他的使者 所预备的永活里去 因为我饿了 你们不给我吃 我渴了 你们不给我喝 我坐客旅 你们不留我住 我赤身露体 你们不给我穿 我病了 我在尖里 你们不来看顾我 他们也要回答王说 主啊 我们什么时候 见你饿了 或渴了 或坐客旅 或赤身露体 或病了 或在尖里 不伺候你呢 王要回答他们 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 你们既不做在 我这弟兄中 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不做在我身上了 这些人 要往永行里去 那些义人 要往永生里去 走人 我来到你身上的 我来到你身上了 你身上的